全世界都在找蜜蜂大量消失的原因 而台湾大学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指出这个原因其实是蜜蜂变笨了 找不到回家的路 而祸首就是农药 这数十年来美国的野生蜜蜂几乎完全消失不见 2006年秋天开始 欧美等国爆发了大量养殖蜂群离奇失踪 由于蜜蜂可以帮助许多农作物兽粉 繁衍生命地位重要 大量的蜜蜂消失让科学界相当的紧张 经过这些年的研究 目前认为可能跟农药的使用有关 台大组成的跨领域的团队 在2008年开始投入研究 发现类尼古丁的农药杀虫记忆达安 会让工蜂中毒 一般蜜蜂它只要不洗饱的这个花蜜以后 它就应该要回去 可是四只PPP之后 它会在这边停留 稍微他的眼睛看得出来 它是非常不熟 它不直接回去 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状况 团队进一步研究发现 更高致死剂量的益达安 却不会对幼虫产生利己的影响 但羽化成蜂后 却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 不能忽略 很低剂量的农药残留 对于一个蜜蜂的蜂群 所造成的影响 它未来可能会丧失掉 它的学习记忆 没有办法从这个蜂巢到它的广化之间的距离 它记忆的话 那可能它在未来在采集能力上面 就会上 就会有很大问题 其实不止益达安 内尼古丁的沙虫剂 也都可能有类似的后遗症 欧盟去年就暂停禁止益达安等农药 使用在向日葵等特定作物上 但并未全面禁用 杨恩诚表示 这些都是使用相当普遍的农药 台湾是否该跟进 需要由防检局进行评估 记得陈叔军朋友组台北报道